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 那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也从未改变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之上实现国家统一 是历史大事是正道 那么统一之后台湾同胞将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统一之后台湾可以实行和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 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 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得到充分的尊重 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和法权益 将得到充分的保障 同一之后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制度化将更加完善 以大陆市场为广阔腹地 台湾经济发展的空间更大 竞争力更强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 创新活力将更加生机勃勃 那长期困扰台湾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诸多的难题 比如说缺水缺电等民生难题都可以在两岸融合发展 因通尽通当中得到解决 台湾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 多为老百姓做实事办好事结难事 同一之后 台湾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的发扬 两岸同胞共同的传承 中华文化弘扬 民族精神交流互建 化育后人 台湾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根脉的滋养当中 将更加的枝繁叶茂 同一之后 台湾同胞的国际发展空间将更大 在国际上的腰杆更硬 底气更足 更有安全 更有尊严 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耀